時間車子一輛輛都趕著右轉 行人有路過不得 突然間一名女子伸出長腿 直接往車子踹下去 看起來真的好生氣 隨後離開 如果沒有傷到我可能就 後面罵她兩句就算了 因為你把人家東西踢壞 還是要有責任 這樣子也不太好 這樣子其實也不會改善什麼 只是顯示你自己風度很差而已 事發在四月二十九號下五點多 高雄市三多商圈 來到現場儘管大多車輛有禮讓行人 不過也有民眾小跑步快速通過 就怕被撞到 重回事發的行光路口 當時女子因為不滿 對方沒有禮讓她而出角攻擊 但要小心這個動作恐怕 也讓自己背負法律責任 警方表示小客車為禮讓行人 已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最高可處三千六罰環 不過行人如果涉及車輛 讓毀損車主也可依毀損罪提告 警方將詢問車主提告意願 高雄林亞分局擴大取締 入口不停讓行人專案 五月一號共計取締告發七十九件 其中入口不停讓行人就有十六件 同時也呼籲如果遇到車輛不理讓行人 務必保持理性請求警方協助 別因為一時情緒因小失大 華視新聞 參謀局謝於新高雄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